林大輝議員 主席,我覺得現界政府在做事都是一個特色的 特色就是很多時候在發表信息 或者是詮釋的措施,或者解讀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拖離大水,含含糊糊的 總是不會一針見血的 無靈兩可的 事實是搞得人家像冒又像花的 我很想告訴局長聽,政府官員聽 其實政府發放信息就不能像大師講佛經 或者是風水先生講風水 要讓市民各自去領悟,各自去體會,各自去解讀 其實政府發放信息必須告訴市民很清楚 是與非,對與錯,黑與白,爭與假 手大行李事件,機場手大行李事件 其實擾讓了一個多月 即使今天我聽完報告,我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都是搞不清楚究竟手大行李 是否可以同行同檢的 我聽了你講了一大論,我也不搞不清楚 其實這個很清楚,也全城市民很關心 究竟同行同檢是否需要的 我自己由81年畢業,到現在三十幾年,過去搭了幾百次飛機 出入這個香港機場無數次了 到今天,我竟然不知道我究竟 恨是否需要同行同檢,即是一個笑話 和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麼,局長,五月份就又考TSA了 小學生又考了 即是這個TSA問題呢,如果出現在 在一個試題上呢 我也不知道這些學生怎樣回答 我很少帶道具 今天我要帶道具給大家看 究竟手提行李,同行同檢 是需要A,就是B,不需要 C,就是按情況 各位同事,我今天要問的是問局長 因為已經搞了很久了 其實市民也想知道,小學生也想知道 好像我,好像小學生的智慧也想知道 究竟手提行李,同行同檢 是A,需要B,不需要C,按情況 而需要 局長,可不可以清楚答給我聽 因為那個報告太複雜了 太能領悟了 好,局長這麼複雜的問題,你回答一下 我希望我很簡單清晰地說兩句 然後我想請基本局 吳先生補充下去 我那天在特別 不如你選ABC先,好嗎 我現在不是在回答TSA 不是,這是我的問題 我現在呢,我必須要很清楚地說 死啦,你TSA學生就死了 林議員可不可以給局長答呢? 可以,不要尊重主席的 多謝你 多謝主席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是經過這個機場離境的時候 大家都拿著行李去接受個人 和這個手提行李的安檢 這個是由於正如剛才 吳先生所介紹過 In the interest of effective security and passenger facilitation 所以呢,大家都很守秩序地一起去做 這個呢,就是我們剛才特別在那個slide那裏說清楚 吳先生,或者再請你補充多些 主席 主席,我到現在都不懂得 不懂得填這條TSA問題 究竟需要證不需要證的情況 阿國長,你先補充 我先等一下,林先生补充 üs!aha 現在不能清晰告訴我 林先生 在我們那個報告 第3.5段那裏 其實我們也是提及過 在一般情況下 這個旅客呢 是 inverted回是說 那在一些其他情況之下 他也可以由其他人代他帶他的行李入禁區 關於這個物主 但最重要的大前提就是所有人或這個員工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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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